你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把电脑的摄像头粘起来吗 难道是怕人偷窥吗 今天我也是无意中看到我老婆的笔记本 她也是摄像头被粘起来的 所以今天咱们又聊聊就是粘摄像头的事 其实上我的上一台就是用了11年的笔记本 也是把这个摄像头粘起来的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做法是很古怪啊 其实呢我和我老婆的做法就不是个例 在互联网公司上面的人 就是很多人都是这样 都是把自己的笔本电脑就是摄像头粘起来的 这个现象很普遍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 就是Facebook老板扎克伯格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了一个自己在办公室的一个照片 当然了这个Facebook已经改名改成Meta了 这不是咱们又说要说的重点 重点是这样照片发出去以后 就是我们的清楚的发现 扎克伯格的电脑的摄像头什么麦克风 都是用白色的胶带粘起来的 而且在很多年前就是美国的叫什么 FBI就是联邦调查局 他那个局长在一次大会上也说过 就是凭准他自己的电脑 笔记本电脑也是把摄像头用这个胶带粘起来的 而且他还建议每个人都应该效仿这个动作 就是效仿这个做法 为什么这么多大佬和互联网同学人员 他都习惯性的把这个电脑摄像头粘起来呢 原因不用说啊 肯定是为了安全 防止别人偷窥自己的隐私 其实这里防着的是黑客攻击啊 肯定不是防咱们普通人的 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啊 就是电脑放在这开着摄像头你都搞不定 但是对这个黑客来说啊 想攻破一个人电脑是不难的啊 只要他可以控制您的电脑以后啊 就是电脑资料被盗都不说啊 还可以使用麦克风对当前的环境听录音啊 利用这个摄像头对周围的环境进行拍摄呀 你的隐私啊就是一蓝无鱼了 当然了啊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啊 就是没什么隐私啊 就是也不值得人家黑客花时间去攻击你的电脑 但是对一些这个重量级的人物 或者是互联网从业人员来说啊 他就不一样了啊 他们怎么说掌握着一些重要的信息 在这个这个信息未亡的时代啊 就一旦你的公司的重要信息被这个竞争对手拿到了啊 你想想这个损失有多大 很有可能啊你的公司就直接倒闭了 所以稍微有点网络安全常识的人都知道啊 我们平时用的电脑上的安装的软件啊特别多 不可能所有的软件都是百分之百安全的 这是不可能的啊 电脑上安装的程序啊就不可避免这或多或少都会捞动 只是我们也没发现而已啊 这就给了某些人就利用这漏洞入侵的电脑的机会 所以说啊现在基本上这个科技公司啊好像是 粘摄像头这事啊就已经成为了这个这个业内的一个一个惯例了 据我所知啊就是很多高端的一些公司啊 或者是比较重视这个知识产权或者是商业机密的公司啊 他一般呢都会要求他用把这个 他办公用的电脑这个摄像头啊麦克风啊什么甚至USB接口啊等等都用交代粘上 这里的公司啊对这个信息的安全就是要求不要特别严格啊 我知道的北京的公司中啊就很多公司都有这样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作为互联网行业的一些大楼啊以及就是各大互联网公司的高拐啊 他们在互联网的安全方面肯定比咱们普通人要要了解太多了对吧 他们既然用粘摄像头的方式就是可以防止一些就是隐私泄漏啊 那就说明这个方法肯定有一定可靠性 我们普通人也可以效仿吧 再一方面我也建议大家就是安装软件的时候尽量使用正版的啊 就别从这个随便网上找一个软件然后就直接安装了 因为怎么说呢很多道本的软件啊都是被人动过手脚的 你想想他既然能破解这间软件肯定是可以轻轻松的在软件里安装其他的东西对吧 可以就是改写程序啊 所以说别为了图便宜啊到最后得不偿失啊 啊对了想了解这方面知识的朋友我建议啊你们可以看一部电影 电影的名字叫暗网你可以去搜一下啊 这是一部就是一电脑被监控就是被监控以后发生各种各样的事就是恐怖电影啊 当然小的朋友就是千万别看啊 我相信你啊就是看了以后啊你肯定立刻会把你电脑的摄像的时候粘起来